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唐人环球直击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日德领袖会谈 加深合作应对中朝俄威胁 中国水路运输 食用油也混装 洗仓政亦造假 三中全会前 中国流行垃圾时间 引发中共恐慌 巴黎奥运临近 法国体育部长跳进赛纳河 展示水质达标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和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双边会谈 岸田文雄指出 俄罗斯和朝鲜的合作 以及中共的态度 让他想要加深和德国的关系 双方领袖将加强经济与军事合作 并在之后进行国防和外交部长的 二加二安全会谈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参加完北约峰会后 周五访问德国和总理舒尔茨在柏林进行会谈 双方同意加强安全合作 以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不断上升的军事威胁 舒尔茨也对俄罗斯和朝鲜的合作表示担忧 岸田文雄表示 中共对于俄罗斯和朝鲜问题的处理方式 是他希望与德国合作的原因 日德两国领导人也对中国电动车的巨额补贴表达关切 双方将建立一个经济安全框架 并加深供应链的合作 岸田文雄访问德国当天 日德采购和交叉服务协议也同时生效 将简化日本自卫队和德国军方共享食品 燃料和弹药的程序 两国领导人同意不久之后 将会在日本举办国防和外交部长的2加2安全会谈 新唐人亚太电视江子洋编译 北约峰会周四落幕 美国总统拜登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警告中共 助长俄罗斯的清乌战争将付出代价 同时拜登再次表示 自己是最适合的总统人选 来看白宫记者的报道 在北约峰会落幕之际 7月11日 美国总统拜登在沃尔特华盛顿会议中心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他强调自己老当义壮 并且斥责中共协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警告中共将为此付出代价 外界分析拜登的讲话表明中共在俄乌战争中的所谓中立立场已经无法再继续演下去 拜登说他让美国经济变得强壮 他主办了这次北约峰会前所未有的成功 他正在实施的计划需要时间来完成 所以他需要清雪连任 第一 实际上是 我觉得我最高兴的人 去选为总统 我说了拜登在几次几次 我感觉到美国总统的总统 是一个人在工作 他能够举起了一个很好的尾端 7月12日 密尔沃基市的高中生们 为即将到来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在会场内准备气球 按照计划 前总统川普将会被正式提名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并在18号晚上在大会上演讲 上一次拜登举行个人记者会已经是8个月前 周四在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内 拜登在没有提思器的情况下进行了演说 并且回答了记者们19个尖锐的问题 新团电视台记者陶文明 赵凤华 美国白宫报道 下面请看一组国际新闻简讯 菲律宾参议院周五下令逮捕单陆省自治市 班班的华裔市长郭华平 他涉嫌参与中国犯罪集团 并连续两次拒绝出席有关的听证会 而且他的公民身份也受到质疑 今年3月份 菲律宾当局突袭搜查了郭华平所在的农业小镇 班班的一家赌场 揭露主要由中资在线赌场的犯罪活动 这家赌场建在郭华平部分拥有的土地上 警方在突袭行动中还发现了数百名被贩卖的工人 其中包括外国人 本周北约峰会与华府召开期间 以美国夏威夷州参议员沙茨和施密特为首的12名国会跨党派小组 致函国务卿布林肯 呼吁重视印太地区威胁 推动将拥有多个美军基地的夏威夷州纳入北约保护伞 信中表示 引述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指出 如果我们遭受中共或朝鲜的攻击 夏威夷将处于攻击的前沿 参议员们要求国务院9月1号前作出回应 美国国务院周五宣布 正在采取措施 对参与镇压宗教和民族的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声明中说 美国继续为捍卫中国人权推动问责 声明中呼吁北京遵守世界人权宣言 并接受今年对其人权记录进行定期审查时提出的多项建议 包括无条件释放任意拘留的中国公民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梅 明玉综合报道 自从中国爆出油罐车实用油和煤制油混运后 现在又披露出水上运输的实用油也存在混运 运完化工合成油再运实用油 洗舱证也容易造假 民众则出现抢购小型炸油机现象 自己炼油保安全 大陆媒体财新网披露 中国无论海运还是内核运输 实用油长期都没有专门的运输船 和其他油品混装十分普遍 据报道 一位实用油专用运输船船长对客户表示 混运没人管 装完化工油再运实用油 提供洗舱证明就可以 洗舱自己随便搞一下 开个假的洗舱证明 粮油企业也不会细看 一洗舱公司负责人则说 一两千人民币就可以直接开洗舱证明 油气消除证明和换品种证明 由于担心食用油的安全性 不少民众改买炸油机 山东商报报道 相关数据显示 炸油机在7月5日至7月12日8天内 销量环比增长了4倍 在电商平台居家用炸油机相当热销 在各地的商店人们则纷纷抢购自产自销的食用油 和原装进口油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海英 高玉综合报道 中共驻韩国大使馆前的法轮功真相展板 被中国游客毁损 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表示 应该彻底查明真相 曝光幕后指使 周五早上 法轮功随缘金城全 来到中共驻韩大使馆前 发现每天在这里摆放的 法轮功真相展板被人为所坏 但是我来到的迷范区 我来到的8时30分间 我来到的 已经发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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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被发动了 所以我来到 迷范区 我来到警察和问了 所以我来到警察 这些怎么做了 我来到警察的 警察的说明 昨天晚上 5时以后 昨天晚上 我来到警察 我来到警察 周四晚上11点左右 在首尔驻韩中共大使馆前 一名游客故意损坏了摆放在这里的法轮功真相展板 当时目击事件的警察逮捕了这名游客 并带到管辖警察署 警察通过调查了解到这名游客来自中国 调查结束后释放了这名游客 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秘书长表示 应该禁止嫌疑人出国 进行彻底调查 查明幕后的主持者 同时 吴氏列还质疑 在大使馆周边长设24小时巡逻警察 一般人很难会在大使馆前进行非法互动 认为这可能不是个人行为 去年在激州岛景点也发生了类似的中国游客 微损法老公真相展板事件 主犯被警方起诉 新台电台记者今夜票证员韩国采访报道 中共在1999年7月20号 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镇压 如今在720之际 海内外各国名人政要纷纷谴责中共暴政 要求立即停止这场长达25年的迫害 这里是澳大利亚悉尼 新州上议院议员迈克唐纳支持法文工学员反迫害 他呼吁澳洲社区了解中共活摘器官真相 共同制止迫害 记者所在位置是台湾台中市议会 美国国会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 以法律制裁迫害者 台中市议员周永宏呼吁更多国家都拿出人权行动 因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是非常邪恶的 那基本上在没有这法案之前 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违反了反人类罪 他基本上他这个是类似于genocide种族屠杀 然后针对某一个特定的社会团体 那我们已经听过太多了 无论是这个没有经过审判的冤狱 以及这个栽除器官 国际局势已经改变了 所以包括美国他这样主动来国会通过这样的法案 我觉得这要给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 应该是一个好的示范 我们要更主动更积极的来协助 这个被中国还有中共政权所迫害的各种团体跟人民 尤其是我们过去长久以来被迫害的法轮功的同胞 三中全会前 中国流行垃圾时间引发中共恐慌 中共三中全会来临前 历史的垃圾时间在中国城流行词语 引发中共官媒反驳 这折射出什么问题 来看专家解析 目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 面对倒闭潮 裁员潮和失业潮的重压下 人们在苦苦挣扎 许多中国民众用历史的垃圾时间词语来映射现状 房价跌 企业利润也在跌 结婚率跌 生育率跌 学历也在贬值 很多人说我们正在经历历史的垃圾时间 7月初 中国中金公司一名女员工 传奇因股市 楼市和降薪三重压力 无法喘息 选择轻声 引发舆论风暴 有财经人士提出 千万别在垃圾时间里投资 这个流行词引来中共官媒的反驳 周四 北京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称 某些人借题发挥 常须短叹 阴阳怪计 无非在影射 无奈 无望 中共下周将举行三中全会 分析认为 此时出现这一流行词 让中共恐慌 新唐人记者唐瑞高玉 采访报道 下面请收看《中国一分钟》 7月12日下午 北京涂降瓢泼大雨 一秒天黑 话题灯热搜 多位北京网民拍摄的影像显示 天一秒变黑 雾气缭绕 北京发布暴雨 雷电 大风等六项预警 同时启动全市防汛 防洪四级应急响应 在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 消费者看紧荷包 电商购物平台面临销售增长放缓 价格压力上升等困境 只能以大幅折扣和更好的退货策略 吸引客户 导致电商平台上的卖家只能苦撑 持续一年多的价格战 不仅没有给宝马带来预期的市场收益 反而严重损害了宝马的品牌形象 和经销商的盈利能力 据报导 宝马中国已决定 退出中国价格战改采降量保驾 中国大学生面临毕业及失业处境之际 四川大学一则拟一次性 砍掉31个专业的消息引发热议 网友感叹 这些曾经热门的专业 如今面临被停招的命运 有人指与就业市场变化有关 也有人认为学校急功近利 新唐亚太电视 整理报道 美国四州议会领袖团访亚创中心 促进美台无人机合作 来自湖北俄州的张伟军 曾因为发表自由言论被中共迫害 亲人还在疫情期间被强制打疫苗而离世 种种经历让他认清中共本质 并声明退出中共 带您了解 来自湖北俄州的张伟军 在2022年疫情期间 因为在网上发表自由言论 遭到中共当局抓捕 被非法关押15天 他们当时用拳台脚踢 一共有两个警察 两个警察要我交代 是境外势力迫害 是境外势力勾结 说的那些不当言论 当时我说没有 我就是因为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就应该站出来说几句话 我当时就是直接就在网上发表了言论 然后他们就准备拘留我 抓我 他揭露 被关押期间 警察连续审问5天 不让他睡觉 后来因为身体无法承受 被送到医院 他的亲人也在疫情期间 因为被强制打疫苗而离世 他说自己的身体状况 也因为疫苗不如以往 他认为中共是非常邪恶的政党 从不关心民间百姓的生命 我觉得共产党是一个邪恶黑暗的组织 他完全没有为底下老百姓争取任何福利 反而出处压迫人民 在中国14亿人当中 其实每个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但是这种迫害 又经过共产党各种的洗脑教育 让他们没有任何感觉 他声明退出中共所有相关组织 不与祸害世界的共产党为伍 我感觉我受到了蒙蔽 后面的话我通过VPN翻墙之后 我了解到天安门事件 等一系列中国共产党 那些危害人民的行动 我感觉我受蒙蔽了 然后我就选择了退出党员身份 退出少先队还有共青团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阳 林永峰 洛杉矶采榜报道 美国州议会领袖参访团 周五十二号参访台湾嘉义县的 亚洲无人机AI创新应用研发中心 亚创中心 来自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 后任众议长赫博 以及来自德州密西西比州 路易斯安那州等四州 共计11位众议员到场 双方交流无人机产业政策与发展 寻求搭建合作契机 嘉义县长翁章梁表示 在全球去红色供应链浪潮中 台湾一直是可靠的盟友 美国州议会领袖团来访 象征双方合作发展 去红供应链的共识 奥运将至 法国部长跳进赛纳河显示水质达标 还有两个星期 巴黎奥运会就要开幕了 周六7月13号 法国体育部长卡斯特拉 跳进赛纳河游泳 展示赛纳河有多清澈 可以进行奥运会的游泳比赛项目了 赛纳河有多干净 游泳有多舒适 法国体育部长卡斯特拉 亲身体验在赛纳河游泳的畅快 而且非常适合举行奥运的游泳项目 奥运的铁人三项和马拉松游泳比赛 将在赛纳河举行 并持续到8月11号 赛纳河也曾在1900年巴黎奥运上 被用于游泳项目 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格推动在奥运会前 清理这条经常受到污染的赛纳河 也承诺要在赛纳河中游泳 迎接巴黎奥运会的到来 并证明赛纳河适合游泳比赛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海英 江迪亚综合报导 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环球之机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